我剛剛提到 首先就是說我根據這個網頁 背後的原始碼 然後如果我將來希望可以把這些資料 可以把它倒到Excel的話 那其實目前我看起來 IE物件真的是一個還蠻簡單的一個方法 它的好處就是說 只要你的資料可以在網頁上被顯示出來的話 那你要再把它匯到Excel應該就簡單了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標籤名稱 然後把這個標籤湊一湊 規則找出來之後 然後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碼 這樣的話資料就會匯到Excel裡面 那有哪些規則我剛剛有講過 第一個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個網頁 它一整個就是一個table 所以table標籤 那我知道說這個table的話 它是在這個網站裡面的好像第二個 所以這個table的話總共有兩個 那特別注意喔 它的數量有個鎖影值 鎖影值1的話一定是0 如果第二個的話一定是1 所以鎖影值的話可能要跟它講說 我要是第二個就是瓜虎1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剛剛給各位的程式碼裡面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可以抓 那其中大概第一啦 我是利用什麼 用create object 就是產生物件的方法 產生一個物件名稱叫IE 那前面的語法一定是set set後面就一個物件名稱 那如果你有一個物件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物件本身提供的方法 像Navigate Navigate就是說呢 我有一個IE的瀏覽器物件 那你現在看不到嘛 它在背後執行 然後我請你幫我把瀏覽器的網址 放這個網址 所以把這個網址貼過來 讓它等一下 讓它載入啦 所以這一行是等一下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跟它講說 透過IE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Document Document實際上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我們HTML 所以IE.Document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所有的HTML 裡面它有個方法叫GetElement Element就是裡面的元素 就是指的是個標籤 ByTag Tag就是標籤名稱有沒有 所以GetElement 我要的東西 裡面那個標籤頭尾就是一個Element 然後我要取得的標籤名稱叫Table 那這個Table的話呢 我剛剛有講過嘛 後面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小瓜虎1 指的就是第二個 如果小瓜虎0 指的就是第一個 所以以後第幾個 你記得喔 那個數量要-1 然後從0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會又產生一個物件 叫TBL 那個TBL 指的就是放所有Table裡面的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把這個Table裡面的所有東西 就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TBL物件裡面了 那我們一層一層撥洋蔥的 我先把整個先抓了嘛 然後再來我要抓什麼 抓那個TR 欸 那你會發現這個TR 其實就是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他一整個嘛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的TR 有幾個不知道 反正我就要把所有的啦 這麼多這麼多 有沒有頭尾 當然不用傻傻的自己算啦 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呢 在TBL這個物件裡面 再去找 找什麼 找TechNet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 下一行就是 根據這個Table的物件 再去找TR 得到的名稱 我給他物件名稱叫TRS OK 那我就知道說 裡面有多少列通都放進去了 那再來的話 底下寫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就是從0 因為它所影值一定從0開始 那總Total的話 你不用去算 因為有一個屬性叫 VAX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TRS指的是所有的列 然後如果你想知道裡面有幾個的話 你就用.lex 它就跟你講說 裡面有幾個 假設20個 它就是20 不過20個記得喔 我們編號一定從0開始 如果20個的話呢 它的所影值就是19了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說老師為什麼要-1啦 因為它最後一個呢 因為從0開始 如果你不-1的話 它就變成0到20 可是20沒有啊 因為只有0到19 那它多一個 那這個回圈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它裡面的每一列資料 逐一逐一的把它抓回來 那抓回來做什麼呢 就是呢 再把裡面的儲存格的資料 一個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 放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sell 這個sell的話 指的就是說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再透過什麼 有一個叫inner test 裡面的資料 把資料抓到 放進去的意思 那不過底下的 這個判斷喔 是最複雜的 所以這個 4回圈底下 這個是我想出來 因為我看 懂裡面的相關標籤 什麼標籤 就是它的第一個 這個按右鍵裡面的話 檢查 它這邊都是THTHTH 也就是說呢 只要是上面的欄位名稱 通通是TH 所以它總數 TH總數一定會大於1 有沒有 那其他的話呢 這個只有 底下的第二列以後 它這邊只有這個什麼 按右鍵檢查 只有這一個 第一個是TH 其他都是TD 所以呢 如果我假設要抓資料的話 我就看到這個 這個不一樣 那我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它的TH的數量有沒有 假如大於1的話 大於1的話 那我就用 把它當成欄位名稱抓去 所以這邊的話 是抓欄位名稱 那反資的話就底下 所以我有兩種抓的方式 那分別把裡面的資料 一個蘿蔔 一個坑的 放到儲存格裡面去 至於說裡面為什麼跑個回圈 沒辦法 因為它一定是一個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所以 如果細節部分 假設你們對於這個程式 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其中的話 當然儲存格 前面這個是哪一列 哪一欄 把欄列的位置告訴他 那就把資料放進去了 不過寫這個真的很累 寫這個是最累的 真的很花時間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大家看一下 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這個什麼意思 所以反之就是 th把它放第一個 其他的td就放在後面 一個蘿蔔的坑把它放進去 所以這樣的話呢 寫完之後 你把它run一下 資料就產生了 所以這個我想是 資料用IE物件把它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大家理論上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資料呢 就被放在A到E的這個範圍 裡面好像只有40列-39 所以呢 資料的話呢 範圍是從111年的1月 到113年的3月 現在5月嘛 所以上個月的還沒有 不過將來如果你要再更新的話 如果你要把它重新載一下 它就會有新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 我比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四個欄位的資料怎麼樣 畫出四個對應的折線圖 這個有沒有感覺很似曾相似 對 其實就是跟上個禮拜做的那個什麼 外匯那個匯率的折線圖是一樣 美元折線圖嘛 人民幣折線圖 歐元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你是可以再參考前面的部分 拿來繪製 其實道理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大概簡單說一下 那這個程式碼部分 雲端上也有啦 這個我想我就不要花太多的力氣 再特別解釋 不過 細節部分可能你們自己再完成好了 第一個的話一定是山圖啦 山圖也是跟之前一模一樣 山圖的話就可以把圖給全部刪光光 這個山圖我其實沒有特別判斷哪一個圖啦 所以如果你說老師我想要刪的是第一個圖 很抱歉 那你可能要另外寫了 這個山的話是全部刪掉 OK 那至於說我要怎麼樣可以 繪製全部的折線圖 當然你如果全部折線圖不會畫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先畫一個 有沒有 先畫超數折線圖 然後再畫酒駕折線圖 然後再把超數跟酒駕兩者差異找出來之後 再畫出全部的折線圖 OK 那其實道理跟之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細部我想你們自己再參考前面的那個外匯的那個範例好了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邊已經有一個寫好的全部折線圖 OK 然後我把它直接Ctrl-C 直接Ctrl-V過來好了 OK 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 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中間的這兩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Active Shift指的是目前工作表 先要產生一個折線圖 所以產生折線圖的話實際上 如果你用錄製聚集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它Add Chart 2 後面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參數指的就是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那我們後來其實是加了四個參數 這四個參數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坐標 有沒有前兩個是坐標 OK 那坐標我應該放哪裡呢 之前好像放F啦 不過之前放M嘛 OK 因為之前好像比較右邊 那因為這一題的話呢 理論上我應該是放哪裡 先放在G好了 G1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讓它跳10列有沒有 再放到哪裡呢 這個是G1嘛 這個是G11的位置 然後底下就G21 那總共的話要10個欄位 所以後面的話我就把錄製下來的那個聚集 再加上坐標嘛 坐標的話基本上就是G的K列嘛 為什麼要K 因為呢 我之前講過啦 初始值得1嘛 所以K1 第一次值得1 以後的話呢 就幫我加10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把K加10 所以那坐標的話 LAB跟TUF加上去之後 那再來的話呢 寬度跟高度 不過寬度我之前好像預設是給500 如果你覺得500 不夠寬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我們之前寫過好像是什麼 G1點Wis 好像不是用500 我們說G1點那個Wis 你打一個W 它會有一個Wis的屬性嘛 那指的就是G1的那個儲存格的寬度 再乘上10倍 也就是10個儲存格的寬度啦 那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一定要用G1 用別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因為G1比較好認嘛 OK就用G1 那你說用其他的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都一樣寬 所以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OK 所以這個大概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set source data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的話呢 就是 它的前面部分呢 一定是A1到A的最下面列 因為這個資料將來會變動吧 所以我們假如要讓它變成變動的話 我有加一個R的變數 讓它向下追蹤 然後就40嘛 A1到A40 所以 它是先選這個 A1到A40 然後再選 超數的話是B1到B40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它的資料來源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這個B到E是會變動的 所以我這邊又多了一個COL 這個前面講過 那透過MID的函數呢 去取得跳動的 比如說第一次喔 那就取B 所以這邊是B欄 下一個就變C欄 一次類推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快速的把 全部的折線圖 把它匯製出來 所以這個跟前面那個範例基本上一樣的 執行全部的折線圖 就快速把它匯製出來了 所以其實好像還滿 沒有那麼複雜 那也就是說你選的欄數越多的話 基本上那個要畫的資料越多 所以不一定是G啦 所以我選四個 主要是因為剛好我的程式碼是四個欄位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是四個欄 你可能選五個欄 那請特別注意喔 你就不用是 不能是用G喔 你要可能要挑到H 那就向右擠就對了 那其他的話當然喔 我們就可以看出 其實你會發現喔 看折線圖真的很舒服耶 馬上一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 我是挑110年到 一百一十三年 就近三年的 近兩年多的 這個 這個數量喔 高速公路的那個 超速狀況喔 你一看就知道了 其實好像真的是交通部 還是有進步 滿大的進步功能 超速狀況不減反針耶 而且喔 最近幾年為什麼崩一下 就超速數量這麼多 難道是疫情關係嗎 因為大家悶太久了 所以 喜歡上高速公路標一下嗎 好像也說不過去吧 還是因為 車速上映機越來越多嗎 對好像這個交通部很喜歡 車速上映機 OK 可是車速上映機很多都固定位置 好 反正不知道 也許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去找答案吧 只是說因為這是第一手資料 細節部分你可以再去根據 一手資料分析的結果 再去找相關的其他資料 再去比對一下 或許有答案喔 OK喔 那酒駕的話 有沒有減少 酒駕好像就高高低低 好像也不會因為重罰 或者是要坐牢 好像遏止 好像也都是忽高忽低 就是那麼 而且好像還是很多人不怕耶 而且還在高公路酒駕 哇 這太危險了 OK喔 那任意變換車道呢 好像也沒有 所以任意變換車道其實也是三保行為 好像也不會因為大家覺得 這個很大一個問題 就減少了 但為什麼 不知道 OK 不過我是覺得啦 真的 像有些網紅常講的 真的那個口罩制度要再改變 一定要嚴格一點 不然的話大家都有駕照 OK 大家很喜歡常講用雞腿換的 這個也是好像真的有些 你會發現在高公路 隨時都會很多 好像 你又乖乖的開著 他就是會很多的特殊狀況 OK喔 所以要改變的話 也要怎麼做啦 我覺得還是要有數據改變 所以有很多網紅講說 要提升考照制度 然後還有扣點制 因為有些人其實 你要分析說他的行為模式 他為什麼會違規 很多時候是覺得 反正又抓不到我 對不對 我是覺得那個僥倖心態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隨時都會一直違規 所以會違規的永遠都會一直違規 不會因為他現在是開車 他換成變行人他也不違規 有沒有 或者他騎車他就不違規 會違規的人我覺得應該就會一直違規 對不對 乖的人就一定還是很乖 這怎麼辦呢 OK 所以這個我想還是要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衛保持安全區 這個也蠻危險的 我發現奇怪 你開在路上 就是會有很多人喜歡貼著你的屁股 尤其是很大的車 他意思就是說你趕快給我滾 對 如果你不怕他 他就一直閃你燈 哇真的簡直他 有些高速公路簡直就玩命關頭 你怎麼辦 你要跟他拼嗎 不可能吧 所以這個都是蠻危險的駕駛行為 還有其他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從一手資料 裡面得到一些可能媒體 他沒辦法就是提供的訊息的話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邊做出來 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增加了三個SUB 有沒有一個下載 一個三圖 一個折線圖全部 那我其實最後 其實在旁邊再增加三個按鈕 所以一樣 增加第一個 拖拉Email 然後下載 或者你換個名稱也沒關係 像什麼什麼下載也可以 然後這邊把它增加一個 然後再來按右鍵 我習慣複製這個按鈕貼上 然後拿它來改 因為有三個嘛 我就貼兩個 然後直接按右鍵 我先把它修改一下 這個叫折線圖全部 OK 然後這樣的話 就會又有一個 這邊又一個三圖 這個名稱也可以複製一下 把它踢過來 很快的 這個作業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不過好像還少一個 下載 下載 因為下載本身就清楚 下載舊資料 但是如果你假設把舊資料先刪掉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圖就不見了 因為這個圖其實是根據前面的source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資料 那圖也並不會畫出來 這個圖是動態產生的 所以將來如果你資料 假設你寫一個程式 隨時在那邊慢慢跑資料的話 它其實也會慢慢跑出來 就會有個動畫效果 所以以後在eSale 你要做出動畫效果 可不可以 可以 只是說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在延伸 畫出全部的 不過好像選 這個有個地方有一個小bug 就你畫圖的時候 你千萬不能夠做選曲 你千萬不能夠做選曲 選 好像一定要把游標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 範圍裡面的其中一個儲存格就OK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不是放裡面 畫圖好像會出現錯誤 比如說你把這個游標放外面 好像我看一下 也可以 還是好像我常有遇到這種狀況 還是說我這樣也可以 偶爾會出現狀況 你把它點一下應該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三 把這三個按鈕做出來 另外的話請各位再做個變化題 變化題就是說 把剛剛的這個範例有沒有 改成其他的 我想其他你自己找 不見你一定要跟我一樣 比如說你對於台鐵 比較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台鐵的 像我剛剛是地震 不過地震的話 藍數好像就不太一樣 二、四、六、七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把剛剛的這個什麼 資料換成有感地震次數 那這樣怎麼辦 OK 所以你們也試試看好了 藍數一定是不一樣 你可以怎麼做 乾脆把這邊改一下 工作板名稱 這個就是可以換成剛剛的這個什麼 這個叫高速公路的取締案件 你就把名稱複製吧 當成是他的工作的名稱好了 OK 然後再把一整個 直接複製一個好了 複製的話拖拉加砍鍵 然後把這個名稱換成地震好了 也就是說你直接拿線程來改 我是覺得會比較不會花那麼多力氣 不然你要從頭做的話 其實是比較花力氣的 好 有感地震次數 這個當然就是變成下載 你不能按下去 現在下載其實 還是下載高速公路的取締違規按鍵 所以這幾個通通都要重寫了 也就是這三段 可能你就是要怎麼樣 乾脆你另外再插一個新的模組 另外放 或者你把它擺在下面也可以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的這個下載 這個Sup名稱不能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我的習慣是加一個底線 也許加一個底線地震好了 就把這三段通通都在做一次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之後 把貼上的這三個 一律就是加上那個 加一個名稱好了 底線地震好了 或者叫有感地震好了 不過山土好像不用 山土因為可以共用 這個山土不用 這兩個 上面兩個把它貼下來 然後改一改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也許我們這個練習 程式部分我是已經幫大家寫好了 以後你就把它拿來當飯盆改好了 OK 如果你假設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看懂回圈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找別的網頁 試著抓抓看 因為這個是交通部的 其實有太多 像後面其實我們還滿 同學還滿常有興趣的 就是像抓那個像什麼 股市方面資料 好像有什麼證齊會吧 還有什麼證交所有沒有 網上其實我上課其實都有講 當然你的規則就改 改的方式就是按右鍵檢查 去看一下它的標籤 table一定不一定是第二個 所以你要知道第幾個 然後TR裡面的TH跟TD的數 不過我發現大部分都是TD 很少用TH 公務機關好像滿喜歡用TH的 這個的話 可能你如果有看到 然後你可以改改看 如果你又可以改得出來的話 那你表示以後你要成為一個爬蟲專家 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OK 你說老師那爬蟲除了這些應用有什麼 我跟各位講 將來AI就非常會需要爬資料 為什麼 因為AI需要訓練 像我發現網路上很多人 已經有很多人 利用那個ChargeMeeter的模型 有沒有 把它換成自己的資料 訓練它變成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你把 假設你自己有歷來很多資料 你把它餵給ChargeMeeter模型 它就會變成你的代言人了 甚至你講話的方式都會模仿 所以如果你收集你歷來所有資料 你餵給它 它就會學習你的講話方式 以後甚至你可以利用ChargeMeeter幫你 幫你回答問題 比如說你跟人家聊天的話 你就請ChargeMeeter幫你跟他聊 它就變成有你的思考方式了 OK 那這個的話就需要爬蟲 先前置作業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然後試著改成有感地震的次數這個好了 OK H我希望把剛剛高速公路改成有感地震